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这辈子不会再是了 一桩真实案件 嫌疑人意外死亡 警察被判入狱 真凶却逍遥法外 出于多年坚守追凶 三大队这帮人到底值得吗 人这辈子谁能说得清楚啊 各位 电影三大队讲述了一个警察 跨越12年追凶的故事 他叫陈斌 原本是平台市公安局三大队的队长 却因为一场审讯事故 导致嫌疑人意外死亡 而被判有期徒刑8年 在监狱的日子里 他穿上球服 麻木地接受着改造 被嫌犯侮辱 但他却没有一天放弃过捉搭嫌犯 在出狱后的第四年 年过半百的陈斌 终于亲手抓到了这个 潜逃12年的恶魔 2002年9月21号 在陈队长辖区内 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盗窃案 但现场的一切 却让三大队所有人怒火燃烧 一名14岁的小女孩 半裸躺在地上 警方赶到时 小女孩已经没了气息 经过法医的现场勘验 小女孩是强奸时反抗 被杀害的 案件性质恶劣 群情激愤 当时陈斌向局长立下了 五天破案的军令状 三大队众人三天三夜不合眼 才终于追踪到了嫌犯王大勇的位置 但没想到却让群众抢先了 陈斌等人赶到时 王大勇都不知道被群殴了多久 浑身是伤的被带回了警局 在审讯中 王大勇态度嚣张 极度挑衅 且拒不透露弟弟王二勇的行踪 三大队的人 没有忍住动了手 但没想到 王大勇却意外死了 陈斌等人也因此入狱 六年后 在狱中表现良好的陈斌 获得减刑 提前出狱 落魄失忆的他 辗转找到了 当年一起入狱的三大队兄弟 分别是魏晨饰演的小徐 曹炳坤饰演的老蔡 张子贤饰演的老廖 以及王霄饰演的马正坤 昔日的三大队五人聚首 在陈斌的带领下 开启了浩浩荡荡的摸牌之路 此后四年间 他们走过了湖南 长沙 云南 广州 贵州等地 做过快递员 网管 保安 司机 厨师 维修工 送水工 数不清的行当 在这四年里 兄弟五人因为心中的一腔正义 而汇聚在一起 也因生活的种种无奈 而慢慢走散 出狱后的小徐 成为了一名训狗师 在捉拿王二勇的这些年 他因为一场见义勇为 结识了想共度一生的姑娘 曾经那个刚出警校的小伙子 也到了儿立之年 他不想毫无希望的找王二勇了 他更想有个安稳家 老赛身体一直不太好 最近去医院查出了胃癌中期 还能治 他也找不了了 老廖已经太久没回家了 他想儿子了 想得都落泪了 马正坤应该是五人中 家庭最美满的一个了 他入狱多年 老婆还愿苦守家中 马正坤自觉对不住老婆 如今他要是因为找王二勇 再不回去 恐怕就真要和成斌一样 喜离子散了 最后他们都不找了 只剩成斌一人还在坚持 走着这条不见光的路 三大队原型作者深蓝 在看完影片后 曾问导演 为什么电影在原型的基础上 还要增加四位兄弟的角色呢 导演戴莫说 他不想让成斌这个角色那么孤单 所以想让成斌的伙伴们 在路上陪他一段时间 即使他们终会走散 在真实的世界里成斌的追凶之路 到处是横钩 他身边没有伙伴 身后却满是对路 但他坚持走到了最后 直到他踏平风沙 见到了雪兰花 用黑夜举起的火把 告诉了那些亏心的鬼 什么是王法 成斌的故事 让所有人都为这动容 在人物设定方面 很有趣的是 在电影中 四兄弟所经历的 和设定的种种职业 其实都有参考成斌的原型人物 这些杂七杂八的工种 原来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举例来说 陈平当年立下军令状 五天破案事曾说 若破不了案 他就主动辞去大队长职务 去警犬基地养狗 而训狗师这个职业 不正是小徐出狱后那份工作吗 看完电影的大家 还发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吗 欢迎来评论区一起讨论留言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了